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庆祝圣诞节 耶稣的诞生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耶稣开始一个新的家庭 一个新的世界 当天使向玛利亚报喜的时候 天使说圣神要降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辟因你 这一句话一下子让我们回到起初 天主创造世界的时候 圣神在水面上运行 那是创造世界 现在天使说圣神要降临在这里 天主要实行新的创造 借着耶稣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耶稣的家人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每一次我们欢迎耶稣 到我们心里来 跟耶稣相遇 要让自己改变 圣神临在这里 让我们改变 让我们更新 不然我们过圣诞节 没有意义 只是过一次圣诞节 老一岁 离死近一点 多么让人悲观 不 耶稣来救我们每个人 他要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年轻 让我们越来越有精神 有活力 去爱身边的人 这个是圣诞节 我们要准备好改变 今天我特别愿意 跟大家一起注意读经一 不知道刚才你们有没有注意听 达卫住在宫殿里以后 他把先知叫来 他说你看 我今天住在香伯木建造的宫殿里 天主还在帐墓里 一个帐篷搭的 天主还在里面 不好意思 先知多聪明啊 他的意思是要为天主 开始建一个圣殿 所以先知说 对 你想做的去做吧 天主与你同在 我祝福你 从这儿达卫 他的想法是好的 我觉得 他充满了感恩 自己现在不再像以前 是放羊的 也不再像以前 征战 战场 现在天主赐给了他王位 他做了国王 住在皇宫里 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是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一年一块到头了 这一年平安的过来了 是不是你也想到 感谢天主了呢 所以他决定 要为天主建一个殿 天主赏得我都好 到后来你知道 后面的故事 夜长梦多 睡了一休觉 先知也变了 他来找达卫 对不起 昨前咱们说的事 我回去再思考 天主对我说 不 达卫不要给我建造圣殿 后面我们知道 达卫没有盖 他的儿子撒罗曼 为天主盖了圣殿 但是达卫 他听了天主的话 没有盖圣殿 但是他开始 囤积财富 进来最好的木材 他藏了那么多的黄金白银 要为天主盖 要为天主盖最好的殿 他说我杀了多少的人 天主嫌我的手上 有不洁净的血 所以以后我的儿子盖吧 我呢 为他准备 好 这个是后话 现在呢 我们注意 天主派先知 告诉达卫 两件事 第一件事 天主拒绝了 你告诉我的仆人达卫 上主这样说 你要建筑一座殿 你让我居住吗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有一段 天主做了一个许诺 我们现在看第一件事 天主说 你要给我建殿 让我居住吗 在这里 从这句话里 我听到了三层意思 首先 谁让你盖的 我没有要求你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有时靠着冲动 我们 我不知道 每个人 我们要做什么决定 是不是祈祷 呼求天主圣神 光照我 指引我 我们这样 不容易走错路 不然凭着冲动 凭着一时的灵感 有时我们走好多的弯路 这是一个基督徒 是一个跟天主在一起生活的人 每天早上一起来 你睁开眼睛 第一件事 天主谢谢你 感谢你给我今天 请你告诉我 今天我该怎么生活 让你喜欢 随后我们祈祷 我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 天主谢谢你 给我们丰盛的食物 给我的家人 那么早他就起来做饭 求你给他喜乐 让我们彼此服务 吃了饭 更有力量去服务别人 吃完饭 刷牙 准备 这时候 真的可以祈祷 天主 求你喜敬我 让我做你的仆人 做你喜欢的孩子 洁净的人是有福的 洁净我吧 随后出门上班 骑车开车 天主保护我平安 你跟我一路同行 到了工作的地方 同样一边工作 可以一边唱歌 一边在心里 赞美天主 你在用你的双手 照顾你的家庭 服务社会 天主给我力量 让我怀着喜乐的心 好好工作 过去的成为过去 明天的我不知道 现在让我好好工作 跟你一起 一个基督徒是一个 跟 天主 在一起的人 我们不是孤独的 所以 特别 在做一些 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比如说 要不要买个房子 要不要买车 买个什么样的车 孩子订婚 要不要定这个 现在你可能说 神父你不知道 不定这个 没挑的 有一个就赶紧定 只要是女的 就行 不是那么回事 有的很明显 我们要十万 要十五万 好好行 神父你不知道 你不给人家钱 结不了婚 所以有时对不起 得骗着你 也得定 其实 重要的对他来说 可能不是爱 是钱 你就给他钱吧 来了以后 他还是要的是钱 以后的日子 不一定好过 你别看现在 结婚了 很有面子 人家是外教的 不让人家念经 他也不念经 神父没有别的 你不知道 婚教的面太窄 也得定 不一定是好的 前面定 后面离 更高麻烦 所以 无论遇到什么 像类似的大事 一定要祈祷 牵住 这是不是你愿意的 不要随我的意思 好 我想讲的第一点 天主说 是我要你建的吗 你要给我建一个殿 我听到的是这句话 有时我们主动的 盲目的 感情用事 做的一些事 不一定为天主有光荣 可能觉得为自己有面子 我要盖一个大殿 我要盖一个教堂 趁我在 我盖起来 说起来是我盖的 对天主不一定有光荣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 先祈祷 天主这样做 你是不是喜欢 如果现在还 找不到答案 继续祈祷 你看耶稣 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 彻月祈祷 他第二天 拣选门徒 从那么多人当中 拣选十二位 一个晚上 他祈祷 很多次 耶稣要做什么 不断地祈祷 我想你们听明白了 第一点 我们要 愿意我们每个人 每天 活出 天主愿意的 将来天主审判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话说 我都在做 你要我做的 我没有做什么 我自己想做的 你看 你纠正我 我就接受 我都在问你 记着啊 一个基督徒 要这样生活 每天做什么 问天主 记住了吗 好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层意思 你要建筑一个店 让我记住吗 天主的意思是 我不会住在一个店里面 你认为用石头建的 最好的木材建的 但是 那可能是 我不喜欢的 天主喜欢住在哪儿 今天的福音 告诉了我们 天主来到 玛利亚怀中 住到玛利亚心里 那个店是温暖的 为什么 充满了爱 一个好的圣堂 很漂亮 很华丽 都是金银装饰的 如果人们没有爱 只是圣殿建在那里 神父逼着你拿钱 逼着你出宫 你没有爱 天主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很简单 在你的内室 一个小房间 房间的一个角落 点一根蜡烛 你每天在那里 你每天在那里祈祷 静静地跟天主在一起 那就是最华丽的圣殿 你们说我说的对吗 大卫要建殿 他犯着罪 天主说 你以为我会住在这个殿里吗 他愿意住在我们心里 英雄姐妹们 要不神父今天一开始 要准备你们的心 不是装饰 这儿有花 那儿有灯 这儿有马槽 耶稣会来这儿 耶稣不来这儿 耶稣要到我们的心里 这是我们圣诞节的预备 外面的那些固然需要 但是更重要的 让耶稣温暖的 让他不再哭 像一个很伤心的婴儿 他很高兴的是 我们的心 哦 耶稣我爱你 昨天非常让我感动 孩子们 一百多孩子在小堂里 他们唱了一个 祝你生日快乐 说耶稣我爱你 哇 我就流泪了 大家说耶稣我爱你 耶稣在前面已经听到了 真的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告诉他 我爱你 发自内心 你们愿意这样说吗 好 耶稣我爱你 第三点 当天主说 你要建筑一个店 让我住吗 我听到的还有一层意思 那就是 我们不要颠倒 天主给人的关系 有时我们 做点事 以为天主 我给你做了很多 你看 我什么都顾不上 我为你 嘿 天主说 你给我建店吗 我让你活着 我给你财富 我给你智慧 你还觉得 都是你做的吗 记住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不要颠倒了 是天主给我们做 今天 我们能在这 不要 天主 我给你念经来了 嘿 你感谢天主吧 你来到这 天主爱你 你做会长 你给教会 服务很多 不要委屈 天主 谢谢你 给我力量 让我给你服务 谢谢你 不要以为 你为天主 做了什么 相反的 天主 每天在 给我们做 我们才有 安心 我们才有 这个勇气 为他去服务 我可以做了什么 我可以做的 你 我可以做的 谢谢观看